大家好 我是Ryan 今次就來講講Diana 講起Diana 你一定會聯想到她的死敵雷歐 在故事之中 他們倆以太陽和月亮作出對立 但Diana本來並不是巨石蜂Montagon的人 Diana之所以在巨石蜂出生 是因為她的父母為了去看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宏偉山峰 巨石蜂 而Diana的父親以及懷著Diana的母親 其實是由一個很遙遠的地方來到這裡 在到達巨石蜂之後 他們因為一場大雨 只能在這個傾斜的斜坡上找一個很小的地方避雨 而Diana正正在這個時候出生 Diana吸入這個世界的第一口氣 而她的母親就同時付出了她的最後一口氣 而她的父親也是在這場暴風雨之中 為了保護Diana和她老婆而喪生了 第二天的早上一輪聖殿的獵人找到Diana 她們把Diana帶到聖殿之中 而她也在日輪之下被賜予聖名Diana 由這個時候開始 Diana就開始信奉巨石蜂的信仰 在日輪之下成長 巨石蜂的所有人都相信日輪是賜予生命 相反視月環為墮落暗影 但Diana就有另一種看法 日輪的強光對比 月環的光更顯迷人 亦在這個時候開始 這個小女孩就開始想著有一天 她會見到真正的月環力量 亦令到她開始質疑日輪長老所講所教的一切 這一切一切的想法 都令到她開始被她的同伴孤立 會一日一日承受著這一切 就是她萌生要找到月環之力這種意念的種子 在一次接受懲罰的機緣之下 她找到一本被燒過的書 她每晚都在月光之下細看這本書 還與她了解到原來巨石蜂除了一輪之力之外 還有月環之力 這個體系是視月環為生命和平衡 並相信月亮和太陽要一起並存 才能達至真正的萬物平衡 直至有一晚在她看書的時候 她看到山峰底有一個老女人在爬巨石蜂 細問之下 原來這個老女人想在日出前到達風頂 但大家都知道這件事基本上是不可能發生的 Diana突然覺得自己從未被日輪認可過 因此她決定要幫這個老女人 到最後他們成功了 而這個老女人甚至爬得比Diana還要快 在到達頂峰之後 Diana向上一望 這個老女人突然不見了 剩下的只是看到那個老女人曾經帶著的紅皮披風 和一抹古怪的光 她一踏進這些光芒之中 她感到有一股從未有過的力量在身體中流動 這些光湧進Diana的身體 她感到這種是古老又強大的力量 雖然這個過程是痛苦 但同時亦令她感到莫名的喜悅 在光芒消失之後 她不知不覺地走進了一個動員 在這個動員之中 她找到月印和月環的裝甲 而她亦看到自己的黑色頭髮變成純白色 她的額頭上多了一個附紋 也真是月環的附紋 在這一刻她清楚了解到她只有兩個選擇 逃避或者去接受成為月環之靈的命運 當然她選擇了後者 通過接觸這個裝甲 她了解到月環過去和她的知識 她現在不止在Diana 她仍是為了遠古的存在 她決定離開巨石峰 但在離開巨石峰之前 她將日輪的長老全部殺殺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大屠殺 因為他們拒絕接受月環的事實 但日輪聖殿之內的人都被日輪自罵 因此日輪的人會視Diana為無情的殺人狂 但相反Diana也視她們為已經被腐化的光芒 現在她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將月環的過去再次組合起來 她覺得日輪和月環未必一定要是敵對 但在達至和平之前 她會繼續以月環身份而戰 不惜代價都要找到月環帶給她的這一切一切意義 Diana的名字其實是來自羅馬中神 而她的裝甲 外形等等 都是跟Leona相對的 容易顯出她們的對立 Diana是第一個有著自己登入歌曲的英雄 而這首歌是由Riot Runa所寫 並由Riot Sayaki所唱出的 而唱者更加是設計Diana半月夜Q技能的人 Diana還是第一個在慢和加速都有著不同動畫的英雄 多謝大家收看 我是Ran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別人說高端的鎖卡很厲害 SPD 字幕提供